今天是大垂直 还有不够一个钟就踏入2012年 港九多处都有道组活动迎接新一年 记者郑思思 龙慧鱼和占前泳分别在 尖沙咀、铜锣湾和中环报道最新情况 先和在尖沙咀文化中心的郑思思谈一下 垂直烟火会演刚刚开始了 刚刚开始了第一场烟火会演 象征是流星雨的 刚刚刚包括国际金融中心议期 还有汇丰银行的总行都有发放了烟火 就好像流星雨那样就被市民去许愿 而市民都有他们不同的新年愿望 在尖沙咀码头这个外籍旅客 被三个女孩抱住了 这十几个年轻人在尖沙咀组织免费拥抱 在寒冷的随植为陌生人送上温暖 香港人和香港人之间不要再有那么多冷漠 那么多格漠 而这个FREE HARD要表达的东西就是 想拉近香港人和香港人的距离 另一边几个大学生就组成了乐队 在街头献唱 不少人都听得很陶醉 我希望年轻人可以追寻自己的梦想 做自己想做的事 尖沙咀海旁夜晚人山人海 气氛非常热烈 大机小机都是想捕捉摧颤的维港夜景 有人扮鬼扮马来到庆祝 有这么多人在码头等待烟火回见 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不少内地旅客来到 有香港市民就希望明年身体健康 大家都经历过琴流感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开心的事 我都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可以很开心快乐地过 举法局预计大隋值有40万人 在港九不同的地方迎接新的一年 去到零时零分 将会有更加大型的烟火回演 到时候烟火会在夜空之中 策出Happy New Year 就是新年快乐的字样 而大会也派了一些吹气棒棒 令到这里的气氛更加热烈 先交给新闻报 另外一个记者龙慧如 就在铜锣湾时代广场 倒数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晚 内光这个倒数活动的主题 就是爱和和平 因为主办单位就觉得 2011年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天灾 和冲突 希望大家可以放下这个仇恨和成坚 说回这里因为有表现 所以也是几百名的市民在 不少人都悉心打扮 希望是迎新年 送购迎新 铜锣湾一带充满折日气氛 歌声 欢呼声 填满每一个角落 不少人都悉心打扮 我们就共同出席这个活动 接着就是Love and Praise 也有一家大小来到庆祝新年 每个人都很融合 还有很热闹 吃饭一样庆祝和家人最开心 他们希望新年升冬年 说回一会儿的倒数活动 除了好像往年一样 会有些过苹果的灯色亮气之外 今年为了配合这个主题 也会有一个深型的造型 里面就有一个地球的造型在 等12点的时候就会亮气地去配合 希望大家将外界宣扬出去 在这个报道是这么多 先交回给新闻部 好了 转去中环兰桂坊 和尖前荣谈一下 为你那边的气氛热热闹 罗洋安 兰桂坊这里 可以说是越夜越热闹 除了旁边的酒吧 有很多市民在这里消遣之外 沿着德约粒街 是有大批市民 沿着德约粒街这里 希望可以在这里进行 一个小时之后的倒数 如果你可以在这条石楼倒数 就看看你好不幸 因为警方是不断 是驱港在这里聚集的人群 那说回今晚的交通安排 市民可能出街倒数 小不免会玩得晚一点 那今晚无论是港铁 和其他各种交通工具 特别是港铁就会在通宵行驶 那市民都不担心 会回不了家 那我们在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 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好 谢谢 而新西兰和澳洲掌位 时差关系已经踏入了2012年 两地都有烟花会见迎接新的一列 一起看一下 快香港五个钟的新西兰 率先踏入2012年 澳克兰的天空塔有烟花会演 虽然天气不是那么好 下雨和有雷暴 烟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 但离体的市民依然兴奋 开开心心地迎接新的一年 3 2 1 高兴 而澳洲也都给香港早三个钟去迎接2012年 在适离海港上空 就有以梦想为题的大型烟花会演 希望大家新一年有新的希望 这次烟花会演 延放了多达7吨的烟花 会演长达12分钟 除了烟花之外 海港大桥更加有彩虹光影效果 在海港的两边和适离歌剧院一带 估计有150万的市民和游客 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无线电视记者陈敏婷报导